回味就照嗎 爭議產生 柯文哲如今不只北市科金華城 列被告最新 雨果市場改建案 柯文哲也被北檢列為 他自案被告 一經三案列被告 就連連政署也要介入調查 儘管這一頭民眾黨強調尊重 判司法還清白 不過另一頭 北市議會調查小組也頻頻出手 柯文哲八年來 交辦過類似這種容積處理的交辦單 有幾件 那答案是一件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有數會直播揭露 柯文哲高度重視金華城陳情案 還是八年來親自交辦 唯一一件容積相關交辦單 甚至海烈溫浩要公務員定期回報 局處的公務員正在跟金華城訴訟 是後方的市長居然正在跟人家演你說 我怎麼給你開後門 看這封陳情信的時候 我就驚呆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要這個禮包 金華城爭議關鍵在釐清高達五千多瓶容積獎勵 正核定 但讓郵書會傻意的是金華城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七號 這第一封陳情信 只關注確保五百六十趴容積率 摟地板面積保障十二萬平方米 完全沒其他容獎要求 更吊詭的是金華城向柯文哲陳情當下 正在和貝市府打官司 在很多次的機會裡面其實是可以暫停這個陳情案的研議的 這台這個容積獎勵列車還是一直開下去 這是讓我們覺得非常荒謬 用都跟容積獎勵的方式來補償 補償金華城你認同嗎 沒有 就有資深政風人員分析 柯文哲從金華城一百零九年三月來函陳情 雙方就構成職務有利害關係要件 若在這之後雙方有厭隱情勢 依法徐送監察院審查 甚至移送司法辦理 面對藍白緊咬 柯文哲恐怕難以再用直播間 輕輕帶過一切都有司法釐清 三日雷凱俊豪採用台北 差不多